那么针对中国媒体今天报道 广州市年底前将要清空所有的劳教所 我们的透视焦点要带您来关心 劳教所解散的消息 并不代表人权恶况稍微缓解 因为根据统计 以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 今年上半年遭到判刑 送洗脑般的人数是劳教人数的45倍 中国问题专家董立文表示 当局宣称清空劳教所的消息 只是回应国际压力的手段 中共仍然变相利用其他工具 对人民持续控制与镇压 聪明昭彰的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北京西安劳教所等 近期都传出解散消息 连广州市也传出 年底前要清空所有劳教所 但外界持续抨击 中国人权恶况 因为据统计 已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说 2013年 上半年全国被判刑 送洗脑般的人数和 达到631人 比被劳教人数多出45倍 以广东省来说 被判刑非法庭审的数字 远超过劳教人数 其中包括高龄80岁的老人家 国际的压力是很大的 这是一种操作方式 其实我们当初所担心的是说 他就算他废除这个所谓的劳教所 所谓的洗脑般的人数增加 这个本身是他们中共政权 他们本身需要的 就是镇压的工具 控制的工具 去年万媒相继报道 中国马三家劳教所产品的求救字条 聚焦中共劳教所迫害 中国问题专家表示 中共至今仍没有明确表达 要废除维持半世纪的劳教制度 迫害罪恶仍在进行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